中心手握滿滿30萬劑AZ疫苗 但截至9號只打了約2萬劑 就怕打不完 開放自費施打 公布的時間大概應該是下個禮拜 那收費的情況 當然我們統一的把它討論清楚 當然一方面這也是因素之一 然後第二方面也很多人反映 它就是說有這種出國的必要性 AZ疫苗開放第四順位 新增自費疫苗 初步規劃施打對象 包含商務人士 留學生 以及有就醫需求民眾 但需提出相關證明 最快四月底提供5000到1萬劑 費用出估約800到1000塊錢 公費疫苗轉自費 莊人翔透露 將免收疫苗處理成本160元 但指揮官陳時中卻說還沒定案 手續的行政相關的費用 目前我們還沒有真正的訂定 不過因為是自費疫苗 所以在這一方面 大概是還是要收取費用 4月12號下週一開放 第二第三順位接種 包含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員 各縣市首長紛紛帶頭響應 包含台北市長柯文哲 新北市長侯友宜 桃園市長鄭文燦 台中市長盧秀燕 以及台南市長黃偉哲等 預計4月12號接種AZ疫苗 新北市長侯友宜更比喻 現在打AZ疫苗 就是在作戰時刻 在選擇這個戰場 戰士是沒有理由說 這個戰場你不打 防疫就是作戰 更何況AZ不管再怎麼說 起碼它的保護力還是有七成 AZ疫苗至今 仍無法讓民眾放心 指揮中心出招開放自費 加上首長帶頭 但成效如何 恐怕等下週就會揭曉 接著繼續邁楊翔與SNG台北採訪報導